高速公路上汽车狂飙 超过时速120公里 但仔细看看这一名驾驶 头明显网左倾斜 看起来似乎失去知觉 在旁民众看到这一幕 拿起手机狂拍 有民众在洛杉矶 的高速公路上拍到一名驾驶 竟然一边呼呼大水 一边开车 只见他头靠着椅背 动也不动一惊睡死 这段影片放上网后 引发讨论 连特斯拉都发出声明 而开自驾车 到底能不能替人类审视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曾经这样回应 今年一月 特斯拉自驾车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 撞上一名 要去参加科技展的机器人 害人家无辜 惨死街头 尽管机器人 不是血肉之躯 但也不能这样 直直撞下去 而去年三月 美国亚利桑那州 也发生了 Uber自驾车 撞死行人的意外 如今这一段边睡边开特斯拉的画面 又让自驾车的安全疑虑成为焦点 三立新闻赖燕红报导 停下来